其实是写代码这件事情并不是有多高的成本 多高的门槛 他已经在就像今天AI也是一样 就是让程序员就越来越觉得自然语言都能编程 就是那更稀缺的是创意 我昨天跟那个教授聊 他就讲到信念 你要先信 你要先认知 就是你要先认了才行 就是你认定这件事情以后 那个信念其实是不讲道理的 然后你也解释不了 你只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信念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信念送给别人 就像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 为什么坚持跟世界上头部的公司合作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个产业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跟潮头上的人去合作 因为只有潮头上的人 他能感知他的产品的影响力也好 他的感知用户 感知这个趋势的敏感度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当时坚持这根什么 这个愤怒小鸟 水果人家 Temporary Subway 世界上头部的前十的公司去合作 可能合作的慢 但是一旦我们建立合作 这种trust就很长了 我们在现场的课程中 我们下一个小鸟 看到地上的课程中 你弄issa 我们下一个小鸟 我们下一个小鸟 也没有 大鸟 在 十的 完 提 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 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后端开发程序员 很像一个程序 不能是前端的 前端的还更潮一点 一定是后端开发的程序员 但是这是一位上市公司的创始人 CEO大佬 后面的这些都是他的公司 超萌天地的 Michael 谢谢 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经历呢 因为上次咱聊的时候 我也听了你从一个程序员 然后开始看到了一些东西 然后创业 这个过程也蛮有意思的 对 Colabial今天太突然 大家好 我是创梦天地的陈向宇 就像Colabial讲的 就是我是一个程序员 最早是做程序员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是接触到产品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挺幸运的 最幸运的就是抓住了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这次机会 就是我们10年 创梦天地就专门 就专注于这个智能手机 这个我们相信智能手机这个增长趋势 就做智能手机的这个游戏业务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挺幸运 跟全世界这些好的游戏公司建立了活作 又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活作模式 就是我们有跟愤怒小鸟 水果人家这些头 包括现在的地铁跑酷 梦幻花园梦幻家园 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独特的活作模式 就是基于圆满的活作 就是所有跟爱郡世界合作的这个内容 我们需要sauce core 我们跟它做深度的本地化的运营 这个版本的迭代 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能力 我帮大家稍稍理解一下 这个基于圆满的合作是他们出圆满 然后你来帮他做这个游戏吗 还是 实际上就是双方是这样的 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 重当一个技术团队 就是他更多的是出创意和设计 就是 所以游戏是你做的 对游戏像分为这样 尤其像水果人家后面 水果人家 基本就是我们公司开发了 他们就画个图 有这么爽的 我也想去画图 不仅仅画图 因为我觉得创意 这让我们更加明白 一件道理就是 其实是写代码这件事情 并不是有多高的成本 多高的门槛 他已经在 就像今天AI也是一样 就是让程序员 就越来越觉得自然语言都能编成 就是那更稀缺的是创意 其实Ig Sky其实创梦 在一大段路就在补这个能力 包括今天我们自研 就以前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掌握了这么多的玩法的游戏的source code 那你说开发自研游戏应该是挺容易一件事情 发现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其实一款游戏真正成功的还是创意这个创意这个环节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source code是你们有这个游戏的代码 对代码就是真的就是他们是个PM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你们写的 对除了PM 更多的策创就是就是这款游戏的整个设计设计的思路啊 包括这些那我们就不客套前面的进入话题吧 对就是今天主题是聊AI 但是在聊AI之前还有一些关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几个点啊 嗯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有开发能力的人 你是怎么识别到这是一个有牛逼创意的人 因为任何人可能都跑过来说我有一个牛逼的创意 然后要你能帮我把它做出来吗 嗯 那你怎么筛选呢 嗯 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这就是创梦 其实我们在这个路上其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也激烈了一些经验 嗯 我们回头看就创梦这几年的自研 其实我们就像你说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就就是去转向做自研的时候 都选择呃制作人的时候就会选择哎 有没有成功案例嗯你有没有在大公司呆过嗯 是吧更多的是很浅诚的认知啊 比如具体上写的那些 对比如具体上写的那些 你是参与一个什么项目的或者是这个公司的思路啊 对一个大的这个产品甚至参与一个大产品的 当然我们可能这个这个体量的公司吸引不了这个很明星的制作人 就是真正这个这个这个产品从头到尾或者他主导的嗯 但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只要你参与对 我们就认为你有这种know how对啊 进来发现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嗯嗯嗯 我觉得后面我们嗯回头总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发现成功的制作人我们公司成功的制作人呃成功的 不能说成功的制作人或者成功的产品团队嗯 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做做做游戏这件事情跟是创业这件事情 很讲究团队的信任度嗯因为它是一个从一个粗糙的东西嗯或者说我们这丑小鸭变成小天鹅的过程嗯那丑小鸭的时候要有这个这个长这个可能是两到三年嗯甚至是至少是一到两年的开发周期对大家这个团队要互相信任对而且有太多决策你是根本不知道对错的对不知道对错嗯所以我们说首亿人的活啊特别讲这个团队刚开始初创团队的信任度 我并不是有一些super chicken或者有一个人能力超级强啊我们碰见过有一个一个团队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这个产品做的挺好的但是那个团队的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就嗯在很早期就走了嗯因为他刚开始对这件事情他有很强的技术并不是个人专业能力不行嗯但他就不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对啊他就走了啊我我昨天跟那个教授聊他就讲到信念对你要先信你要先认知嘛 就是你要先认了才行对就是你认定这件事情以后那个信念其实是不讲道理的然后你也解释不了没错你只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信念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信念送给别人对所以我所以我们发现嗯没有所谓的规律可行但是很重要我们成功的这几个工作室嗯发现他有几个特性第一这个制作人很凝聚人嗯嗯他有一群大家相信他的人嗯这个是我们作为公司的这个管理者 特别去应该支持这样的团队嗯第二个是他们讲的东西并不是每天在变化的嗯今天讲A明天就变成B了嗯就像打高尔夫一样他知道高尔夫的那个那个那个球动在哪里嗯他推杆一直往那个嗯推杆的方向去走那个大致方向是正确的嗯所以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迭代哎最后一个粗糙的东西嗯雕琢出来一样当然这个这个过程中呢还取决于那个 大家的判断力嗯比如说这件事情在三年后一年后能不能有优势嗯所以它是又是个工程学嗯所以我们说首先是这个团队是信任的第二个是个团队讲工程嗯就是他能够说技术的工程制作的工程和这些就是玩法的这个这个这个工程是怎么样首先是个工程学对像盖房子这样它是一个工程学你让他们把它做出来对你能想出来把它做出来然后这里边有很多人的因素我刚刚想 就是呃其实在大厂做游戏和现在大厂很多时候做游戏的挑战就是这样就大家开始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没有那个目标了没有高尔夫球的那个球动了然后就开始用PPT分析然后说这个玩法然后这个人群然后就是搞一个搞一个IP嗯对但是后来一想创业也是这样吧创业就是一个好的创业公司一定是老板能凝聚人对吧然后这个大家有核心团队起码有一个信任对我们后面总结是呃 一个自研团队成功或者创业成功就是一帮对的人在开一个对的车嗯至少这个车会往对的方向去走对但是这个车可能是会很颠簸的对也也会走很多弯路的对嗯对这种内容也是这样嗯那那刚才说的是自研那一开始那些外面的那些合作的选择嗯这个判断力刚就提到了判断力嘛那就是说明这个判断力肯定是很多东西的根基了嗯但是它又很模糊嗯所以说能不能我我觉得我我我们自己判断 我们呃有一些方法呢就首先是呃首先要看到趋势嗯就像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为什么坚持只跟世界上头部的公司合作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个一个产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跟浪头就是这个潮头上的人对去去合作对因为只有潮头上的人他能感知他的产品的影响力也好他的感知用户感知这个这个趋势的这个敏感度的跟跟别人不一样 嗯所以我们当时坚持这根什么呃这个愤怒小鸟啊水果人家啊Temperon Subway世界上头部的前十的公司去合作可能合作的慢嗯但是一旦我们建立合作这种trust就很长嗯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你怎么去打破一开始的那个对这就是破冰了其实我们这个是其实是当时我也有也是那个时候的机会给了我们这窗口给了我们机会因为当时 大公司都在忙PC啊成熟的市场对是吧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单位的公司更专注于这个智能机嗯另外当然外界的环境呢比如智能机的这个施配啊很多需要我们这样的技术团队去做这样嗯比较脏活累活嗯哎这个时候我去做了嗯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也是首先你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你看到了这个智能机的趋势你坚定不移的投入在这里边对然后给你带来了优势就反而打开了跟那些 正确公司的合作对我觉得有很多真的有很多机会我觉得我觉得是也很多运气嗯必然就所有的就是我我采访的所有的做做的比较成功的人都说是运气那当然了就是大家回顾自己的成功的路上有一步决定做错的可能就没了但是运气这时候我怎么认识的就是你换一个人来能不能成大概率不能成所以说这个运气的成分在但是运气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目标然后去 一步一步做过去的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像他说的一定会有波折但波折的时候没有准备的他可能可能放弃对我相信有一百个人就是咱就客观的说一百个人开发能力比你强或者说组织能力比你强但是他们可能走到第三步的时候放弃了对那个运气就不属于他们的你坚持了三步失败了然后走了十步走了二十步走了一百步嗯嗯因为 没法去没法去没法去说这件事情我从头做还能做成功是是吧我都是这么说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做事的那个决心或者是我们认定的那个那个那个做事的就是要达成的目的嗯可能使我们有勇气或者是或者是有灵感嗯去解决过程中碰到的任何一种困难嗯但是你说回头今天的心境去解决 这个问题或者是我说今天跟AI又是个新的技术券嗯我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又想跟一些公司合作就像我这次去跟David去聊Media General David合作我说你加入到这个分book吧David一封邮件都不回我嗯然后是是吧我最近找了他的在Deep Motion的那个第一号员工嗯嗯跟他去push哎他最近回回我们邮件嗯但是这个合作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因为那个 对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投资人们都太卷了然后大家都就是那个时代还有一些非共识对吧嗯就是你看到了这个trend然后没有什么那么多的讨论对大家去做对这个时代大家看到一点机会然后第二天所有人都在讨论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可能是的就是大家大家这这也是外界的很多因素嗯嗯所以那个时候阶段就这样啊啊因为我最近也是嗯在这方面有一些 就是游戏要离职了以后你就去想一些东西嘛嗯然后会发现其实真实的答案很简单很多东西真实的答案很简单然后但是因为人发明了很多概念把这些东西哎对对对就是你要破产品满足用户的需求对大实话那你首先你要是那个核心用户吧对然后你要知道这个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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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长什么样吧嗯然后你要刚刚说的有很多硬功夫要能把它做出来那你对工程有理解你要找对的人 你要能把你的这个信念要描述出来然后让其他人理解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很简单但是比如说我们开发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制作人他不是核心玩家那他不可能知道那个最后他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嗯嗯那最后就去呃靠分析来做东西那靠分析到最后他是没有判断力的他根本不知因为所有的分析都是对的对是一个失误的各个面嘛你也找不到重点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你要做的是什么 啊到最后最后就做的是一个对最近我经常挂在口上一句话我跟团队也认识我说我们接触了太多叫没有知识的信息啊就是你这些信息背后是没有知识的啊就是他没有知识框架嗯第二个就是没有太就是就是一些太多没有原则的这种观点嗯这观点是没有原则对是吧这个这个观点他讲的这个观点但是他的原则你看不到他 基于什么原则做出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决策的时候看有很多看不清楚的东西他没有信仰的直觉他讲直觉我感受到这个东西但是我说你你这个感受基于什么样的相信什么嗯嗯就没有信仰的直觉嗯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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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时候做内容创业特别凭直觉是凭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直觉好的人有些人有一种直觉他是有信仰对他相信对什么样的东西 嗯一定会怎么样嗯但是你问他嗯但是你问他你想你为什么做出这种直觉你这个感受为什么这么呃说出这样感受嗯当他问到更底层的信仰的时候他自己对就圈不出来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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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去投刚才这些句话然后我提一个那个直觉来自于拿来一直在思考因为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的工作从以分析为主分成先去找那个直觉然后再去分析我那个直觉然后发现我直觉在多数时候是对的嗯然后 然后就去想那个直觉就是从何而来啊最近也是有一个特评给了我这样的灵感啊就是直觉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经验嗯然后实践是来自于你的这个就是看不同的东西嗯就是你为什么很多人能从实践中得到得到得到这个认知嗯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能力所以说他能把他的经验运用到不同的领域所以他愿意从实践中去他每次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来 他就能和他脑子中已有的认知产生一些交互然后去增长他的认知这是实践的意义然后那个直觉呢是他过去做了很多成功的和对的事情可能正确归因嗯然后他一做一个事情以后他大概就能感觉到这个事实对是错但是那个感觉背后是他的经验嗯那在这之上可能还有一些思考的方式吧嗯就是你怎么样子比如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没有支持的这些信息对吧就是他怎么样子把这些信息放到这个实践和放到他的这个 就是一个横一个纵去把这个东西给组织和留意起来然后在这边有判断嗯大概是不用的嗯这更更加让我们就听了意思的嗯这句话然后那个信仰就是更更难的一个事情了嗯那个信仰应该就是首先你要足够聪明然后你才能足够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了自己的判断以后你开始就是寻找这方面的证据然后你找到了足够多的证据比如说我自己是个GPD的家庭台 然后我就在那里用了然后就不会就是我的大脑就会跟我说你不用去关注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不好的东西以后会更好的然后你就去关注他牛逼的地方然后又看他牛逼那个就是这种感觉你就给你以后降临了请饶作哈哈哈还有会章的哈哈哈已经开始定做这个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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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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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多少个人 11个人之后活下来两个 活到泰国的两个人 但是这个信仰 就能把这么大一件事情做成 完全靠信仰 对 这我们这一次我们去美国 就跟OpenAI的人聊天 我就发现团队的最早期 前200号员工那帮人 骨子里面有一种信仰 对AGI就会来 对他相信AGI一定会来 没有这个信仰 对而且他对AGI的方法 就像刚才说 相信AGI会来 第二个他基于这个信念之后的 背后的原则 他相信他的这个AGI 他的训练也好 他的工程也好 他是有原则 这背后因为知识这个东西 其实本身是有是个lowhow 是可以学的 但是他对知识的这个理解 就会就会比其他人 就用不同的模型去看这个事情 我记得跟那个Holly我问他 就是创业公司 什么他讲到对创业公司来说 pivot很重要 改方向很重要 那我问你一个成功创业公司 肯定不能天天pivot 那什么东西是你可以pivot的 什么东西是不应该 对对对 长期战略和长期战术之间的一个 对吧 对 肯定不是大方向战略层面的pivot 对吧 类似但是他换了一个维度去解读 他的维度是你的这个technical insight 你的技术洞见是不动的 对对对对 你的技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需求很值得被解决 这要是不动 但是你pivot大多说是你go to market 或者说你的customer是谁 好像google一开始是一个给公司弄不动的东西 然后他们这个对包括虚拟机也是一些其他东西 他们的市场会变 他们的这个定位会变 但是那个technical insight一般不变 是的 对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原则的东西 对对对对 刚刚说到那个信仰 还有一个信仰最大的价值是帮你跨过一个很漫长的周期 这个周期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是有一段非常长的黑夜 我有热爱可以漫长的问题 这个这个问题 就是open AI在被注资GT3之后起飞之前也做了非常漫长的时间 对 那之前不会有人认可 甚至觉得你们做做啥玩意儿对吧 然后走过头来 哪怕我们不要看技术 就哪怕是消费人 逆雪冰城今天这么有意思 那他从一家店到第十家店经历了多长多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还是取决于创始人的心力 他是否真的相信一个巨大的事情 已经愿意为这件事情去付出一个很长时间的成绩 就是对 这就是小大到创业公司小到一个产品的从无到有 其实都本质上都依赖这一点 嗯都依赖这一点 其实很多时候后面人很多总结的时候说啊 因为认知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他的进化过程不是这样的 我刚刚想说就是 其实我们在这分析都没有意义 对没有意义 说面前的人你要么创业 然后就必须要拥有那个信念 然后我们去分析给一堆不打算做这些事情 或者没有信念的人来说的话 你只会不到这个感觉 他只会用试货的框架去说 对 就是我们该到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创业或者怎么样的话 里面我那个信念其实也做不好 对 可以懂所有的道理 对 道理大家都明白其实 但是就是明白的道理太多了 也是问题 这是一个提炼 但是一个提炼 毕竟创业这么久了 对 就是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从我嘴里说出来 没有任何的 刚从麦可嘴里说出来 这个人创业了这么久了 这个人做得很成功了 但他说的这个东西 是有他的真实人之代的 其实与其把它当作一个认知 其实每个人每个人就是一种 就是我们今天看大模型 我昨天觉得王小川讲了一句话 其实就受益 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就大模型现在是读万卷书 但没有行万里路 就只有有场景训练 可能就是 其实我们创业也是这样的 看来很多的创业 第一次故事 没有行万里路 你自己下手下场干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不一样 其实今天我们看IGI也是一样 好